我們超沒默契的 哈哈哈哈 我們今天是第一次 耶 出本副 出一點深厚的內衣 真的很想拿到算了 不行 想知道你是你在想什麼 嘿就是想知道徐維妮在想些什麼 百分百少記者來談判啦 獨家之地 她和她的她拍攝現場 坐辦公室這場戲的情緒 稍微偏緊張一些些 我們維妮看得出來 行事重重 二輛了我 說時時刻刻鬥在角色的狀態上 到了拍照 緩解吳康倫和大佩聊的情境 下秒就被虛偉妮虧 我要牽手 我要牽手 有 好吵 我發行聊天室 在那邊說要牽手 我都聽到了 造成混亂 所以其實也有聽到的 照顏手 然後永遠不知道是個跟誰的 是 來吧 我看她勾手 她是哪個要勾手 然後你就會搞不清楚 不知道是誰的 內容是這個 我看我看她 剛剛拍戲神情臨重的虛偽 你和吳康倫私下受訪的互動 超飽笑 那我們今天歌一百大 你歌 你歌 我歌上你了 她都這樣 我歌 她可以大聲的吸了一口氣 原本要 大大 所以我們就 哈囉 大家好 哈囉 娛樂廣東北 大家好 是嗎 是娛樂廣東北 娛樂廣東北 哈囉 大家好 娛樂廣東北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徐瑋寧 我是武康仁 我們超沒默契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謝謝 耶 我們在哪裡啊 我們今天在那個 劇組的片場 但聖影大哥 妳要繞一圈嗎 我看他現在選他不要 他不想要我們拍別人 不想拍別人 只想拍我們 真的 因為很帥啊 對啊 因為就是光好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 今天我們就是 D 克 什麼問題 好 下一段 我在裡面飾演的角色 叫林晨熙 那其實我覺得 在接演這個劇本跟角色的時候 我覺得非常吸引我的一點是 因為 他對我來講 其實有點像是 Inception 就是意識跟潛意識 現在心裡的這種 每個人的心理狀態 包括我們從小到大 你小時候被怎麼灌溉 你早上 早上 早上起床就會怎麼樣 茁壯 小時候怎麼樣被灌溉 你就會走 開運 剛剛前面還說 要好好介紹 介紹 其實這種壓力的創傷 白一白腫 你要怎麼樣去 詮釋出一種就是 大家看到之後 會立刻有心理的連結 然後甚至是 你可以帶著大家 從非常有壓力 有壓力創傷 然後慢慢的走出 然後你得自己先有陽光 才能照亮別人 所以我覺得 我這個角色其實就是 帶領大家走向陽光 然後感受到那個溫暖的一個 我覺得很重要的 現在社會很重要的一個很溫暖的角色 可是我看劇本 我看你的角色 我每看到你都會覺得 哇 真的踢他 你也把他冷汗 對 沈重 而且戲很難演 對啊 那我會覺得 再看看自己的角色就會覺得很輕鬆 沒有一個影子 沒有 我很輕鬆 我只會出現 然後就 又不能爆臉 你啊 你昨天還在講 你在幹嘛 我昨天 昨天 我昨天錯了 是可以播的嗎 真的嗎 我沒有做什麼準備啊 沒有沒有沒有 有啦有啦 其實 其實角色也滿難的 因為這個劇本非常的複雜 那給了我一個很有空間的角色 延展性很強 所以在表演的時候 也可以跟惟寧直接做討論 因為本身認識有久 那一上戲有一個基本的默契在 所以我拍的其實是很開心的 對 內容沉重 但我拍的是開心的 對吧 對 我覺得都是這樣 因為很有默契 基本上從兩個月前 我就一直帶著角色在生活 就是看各種 有關於他的狀態的書籍 整整兩個月 就是帶著他 慢慢慢慢的跟他貼近 幸福的是 我們這次的前置真的很久 導演有安排我們各種讀本 然後你跟你的各個角色 挑選出重要的場次 然後大家開始 無厭其煩的一起對 然後包括角色怎麼樣發展 然後包括我們今天到現場 然後我們還是在試那個動作角度 然後包括我們連台詞 怎麼樣沿著我們情緒順著走 其實都是很細節的東西 我們在準備這些 其實都已經準備到非常的細微了 但還是在現場 還是會在不斷的 可能因為一句話 一個字 然後不斷的去推 也是因為對手戲的人是我吧 紅的 就總是要弱一個這個 不然這個訪問實在是太嚴肅了 太嚴肅了 不然你跳一下我 可以耶 真的要好容易Cue我 我昨天要睡前我還整個一直 所以到底那個邏輯 我整個已經想到太多 我想到已經到另外一個層次去了 對 外星 外太空了 對 對 它是怎麼樣堆 對 應該是沒有 對… 一般戲劇都是這樣 就是這樣… 那我們這部戲不是 是這樣… 就這樣 對 又… 然後他就這樣 你說那個早上什麼 早撞 早撞 對 突然有韋泥 又有早撞 韋泥又有早撞 對 就是它會一直變來變 就是變去… 中水中海 這是訪問嘛 難得 畢竟 只有現在這時候比較輕鬆 就畢竟我比較輕鬆 然後這部戲裡面我是最輕鬆的 然後我可以來玩這樣 機場吧 對啦 機場 最終分身兩腳的李承斌 也分享他的小巧思喔 準備了滿長時間的 因為我其實在還沒有開派之前 除了讀本之外 我一直在做一個左右手的訓練 因為我設定是 李浩銘是左撇子 然後小劉是右撇子 包括他們走路的內巴跟外巴 然後還有他們慣用的手 還有他們說話的慣用詞跟語氣都不一樣 那兩位角色是完全都一樣的性格嗎 對 除了長得一樣之外 就都不一樣 因為我曾經想過就是 譬如說把我字遮掉 或者是做一些改變 但後來發現好像很明顯 就是這字遮完之後就很凸 我後來就覺得說 那既然外表沒辦法很 沒辦法做很大改變的話 那我就從人物性格上面去做改變這樣 小劉差異度滿大的 因為基本上我本人還沒有演過一個 對 因為我 其實我昨天很想剪指甲 因為我很不喜歡留指甲 但是因為剪太短的話 小劉的指甲就不能 就是有污垢你知道嗎 就必須要留著 我就走進去看出去很痛 我就真的很想剪 然後算了 不行 然後我就手機拿起來 我就說明天我可以剪指甲 申請一下 他們就說好啊 我說好 那我們一定要剪 就對我自己來說是一個 很難受的一個地方是 因為他不洗澡 那我曾經我也試過 就這段時間暫時先試試看 一天不要洗 後來我發現真的不行 那個頭真的有到 我的狗看到我的頭都反光了 真的不行 而閨蜜黨文哲林和大佩 則透露接下來角色的原因 戲裡面其實會很有別於 過去自己有過的演出 所以我自己在拍攝過程中 還滿期待的 那我當初看到這個劇本 我還滿感動的 因為真的在訴說女性的故事 或是女性的心理狀態 然後就是女性在這個社會的位置 的戲其實真的並不多 以男性為主的戲劇 真的是佔了大多數 所以其實我覺得我內心一直在 等待這個東西出現 然後看到劇本的時候 我就非常感動 說YES 也是 卓麗也是 卓麗導演也是女導演嘛 所以我覺得哇 整個團隊就是非常的女力 那也希望這個故事 真的可以帶出一些什麼 然後療癒到一些 可能破碎的心 或是需要幫助的人 找到一些方向 還有包含他們身邊的人啦 其實我覺得滿有意義的 我覺得這個部分 個性上是就是大家覺得 外型外在 可能說話的方式或什麼 就覺得比較 比較直啊 比較就是大喇喇這樣子 可是其實內心也是 小劇場一直沒有停過的 所以要把這個部分呈現出來 我覺得其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簡單 對我來說可能比較困難的是 就是因為我平常在生活中的 沒有那麼注重自己的 可能坐姿啊或是站姿啊 或甚至是拍照的姿勢 但是我在這段過程中 一直在努力練習這件事情 做個lady 然後發現其實是一件 真的很困難的事情 腳腳腳要 隨時要三七步 然後還一定要就是 對 就要一直有內拔的狀態出現 就習慣內拔這件事 然後去健身以前就是 可能我都是比較看起來 可能比較man的狀態吧 就是去舉重 會叫出聲嗎 是不會 是不會 我覺得會的 一定要叫 真的假的你是真的 就健身會發出 就是真的就是受不了的時候 因為如果不出一點聲 會有內傷 這是教練跟我講的 所以他就說 這會幫助妳的 對可以 真的好 妳現在不能 我現在不行 對我現在不行 妳是lady 想看更多她和她的她 有什麼精采火花 那就趕快到串流平台一起追劇吧 麻辣採訪度 採訪報導